烤得酥脆的貝果 淋上自製的藍莓乳酪 香蒜泥搭上義式香草 墨上厚聘吐司送進烤箱 這間新開幕的餐廳 造在市營運期間 已經備受關注 難此這間新開的早午餐店 除了餐點美味之外 連招牌也很吸睛 在網路上引發討論 網友看到招牌有去留言一大串 覺得老闆應該是死中的五六粉 讚到窒息真的好好笑 還有人猜老闆可能叫網五六 因為我的名字是叫五路 五公的五 大陸的路 其實朋友都叫我五六啦 除了這間五六不能網 還有不少餐廳也走Cuso風格 澎湖這間海產店彭于晏 讓人想到藝人彭于晏 賣滷味的叫做盧廣仲 不就和歌手盧廣仲的名字很像嗎 另外這一間燒口店 直接用台語諧音愛考愛對囉 愛考愛對樓嘛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那個就是愛哭 又很愛跟著的 跟屁從的感覺 對 男子區這一棟大樓 一共29層樓高 成為男子區的最新地標 這棟建案叫做男子漢 一層一戶走大坪樹豪宅風格 取名男子漢展現男子漢霸氣 有的會滿好玩的啊 就是大概說買男子漢 就才會成為男子漢啊 大概這樣子啊 那當然也要男子漢才能買男子漢啊 不只餐飲業建築業者也跟風 命名取諧音 幽默又有趣還能創造話題 這有黃巡陳古明高雄報導